俄乌战事今天届满两个月 那就在俄军持续加强对乌克兰东部地区顿巴斯的猛烈攻势 南部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布尔 以及乌克兰的武器库奥德萨 也成为了俄军强攻的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宣称 俄军使用了高精准导弹 成功击毁了在奥德萨军用机场武器库 那里损放了大量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供应的 军事武器 根据报道 昨天的空袭导致5死18伤 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也透露 俄罗斯的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 在过去一天 一共是打击了乌克兰1098个军事目标 而俄罗斯军队也集中火力朝东部城市在猛攻 一枚枚榴弹炮从枪管中发射 作为俄军在乌克兰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之一 俄军在顿涅兹克不断朝目标开炮 持续向东部地区挺进 试图建立对顿巴斯的全面控制 而遭俄军炮火袭击的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 大批医护人员都在忙着紧急抢救身负重伤的士兵 以及把士兵的尸体送往医院 镜头转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亚素钢铁厂 住所在当地的乌克兰士兵 透过影片揭露民众躲在地底避难所的洞穴生活 画面可以看见 许多妇女和小孩只能被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保命 等待军人供给粮食 受困民众希望战争可以赶快停止 让他们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我正在地中和制作丽丽丽丽丽丽与桑总统 独最后一位乌手 我们明天便这里玩了 但想到家里会想到家里 想到家里面 突然里想到家里面 一对于是想到家里面 感谢观看